執政的人 他們帶人要用心來帶 我們來講台北市長的柯文哲 跟高雄市長韓國瑜 從一個校長交接的 典禮儀式當中 其實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不過說到現在 這個時候的1450 之前的唯一目標就是黑韓 但最近1450的業務 真的變得非常的多了 忙著要打柯文哲支持 還是不會忘記黑韓國瑜 是 立剛 其實有的時候 從一個人的基本態度 就可以看出來這個人的秉性 大概是什麼樣子 比如說韓國瑜這一次 他去對這個校長這樣致敬的時候 你看他是90度鞠躬 結果當時很多校長有點shock 會覺得說 對啊 怎麼會 這個市長怎麼會變這個樣子 他說沒有什麼 因為他就覺得 坐育英才都是這些教師 辛辛苦苦 他們幾十年來努力 才會有今天的成果 我們國家人才都讓他們培育出來 所以他是發自內心的 覺得應該要對他們 要非常鄭重的這樣敬禮 可是我們反觀柯文哲 柯文哲向來是一個 自視比誰都高的一個人 所以他也反映在他的行為上 你看那個時候 同樣的典禮 你看宣誓大家都在下面宣誓 他一個人在上面 然後上面你看他像個監視官一樣 然後一副好像有點不太耐煩的樣子 就在那邊背個雙手 然後就這樣看 你看他根本就覺得說 而且還沒有很專注的看著人家 校長在布達 對他來講就只是一個行李如一 趕快結束最好很煩 那種感覺 當然這是我OS的 可是我就覺得說光是這種態度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小地方 對 這兩個人的性格上的差距 當然誰認為誰比較好 那是個人的選擇 可是我必須講 這個1450我們剛剛說 他們最近任務很多很累 但是我必須說人家還是很辛苦 拿這個錢 還是有努力在做工作 他黑函的工作還是有在做 我們一定要幫人家澄清一下 你看現在尷尬 韓國瑜表揚模範父親 扁核突然墜地引起騷動 然後就噼噼噼噼噼噼 就說韓國瑜在上午 頒發扁核給模範父親 手一滑整個扁核掉在地上 現場一陣騷動 那其實我覺得就這樣子而已 這也沒什麼 人有措手 馬有私奇 難免都會這樣 這很正常 但是你看1450馬上痠 其實很正常 愛喝酒的人到最後 手都會抖得很厲害 這是酒飲的徵兆 建議韓國瑜還是去醫院檢查檢查 或是找日戒酒這種方式 我就覺得你刷人家這個東西幹嘛 誰不會滑下去 歷屆不知道掉下來的東西多了 是了 你們怎麼都沒看到 問題是 這個我就覺得比較不應該 也就是 韓市府兩光公文曝光 議員被改姓又改名氣詐 這個是高敏林 又是我們的六小福議員 但這一次我覺得不是他的錯 你看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正常應該是高雄市議員 高敏林服務處 結果你看 他變成方敏林服務處 信都寫錯 對 你看兩個都錯 看到沒有 一個是他應該是這個敏 中間這個敏錯 然後這個是信都錯掉 然後他的批評就是 這就是所謂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我覺得市政府有沒有錯 當然有錯 你把人家 這個是對議員非常 不禮貌的一個行為 我覺得你們是應該 去跟人家盜竊 也要切實記住不能再犯 但是你如果要把這個規則為 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話 這是2014年4月11號 當時高雄市政府 直接寫市長叫陳菊 這個錯誤可嚴重 還是我們換市長 我不知道 還是這才是菊姐的本名 這個我就不知道 菊姐本來那時候 已經都做了多少年的市長 所以你看這個 真的是自由時報 這不是我們 所以陳菊 這個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嗎 當時高敏林有沒有質詢 你們高雄市政府上梁不正下梁歪 問題上梁不就是他 就是純菊嗎 所以這個有的時候很難講 但是問題來了 愛情摩天輪 三立又爆了 八月又要蓋又沒了 這是一個邱俊憲議員是說 你說謊 你跟我們講說愛情摩天輪 八月就要動工 怎麼現在都沒有 你說謊你要推一千根針 但他真的是這樣說的嗎 很遺憾的 我們收到的公文回覆是 還在演你當中 我什麼時候說過東工呢 我什麼時候說過了 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天 什麼場合我說過東工呢 為什麼有民進黨的議員 每天在唱衰 每天在扯後腿 就很不希望高雄進步的樣子 至於大家關切的愛情摩天輪 大概根據金發局所聯絡的 在八月份吧 大概就有三家廠商 很多都是國外的 要來我們愛河旁邊 要加入我們這個摩天輪 這樣的一個計畫 大概是美國一家 英國一家 法國一家 對 三家都是外國廠商 他們對我們愛河上面 駕一個摩天輪 他們有高度的興趣 人家只是說他們要來看 有高度的興趣 你就已經變成動工了 我也覺得很奇怪 這個到底怎麼來了 有話 我們看到 現在這個時候 韓國瑜跟柯文哲兩個 在2020的時候 其實都有譜了 但是兩個人在態度上 是不太一樣 我們從這個校長的 這個交界儀式當中 就可以看到 一個人是90度鞠躬 另外一個人就像都駿一般 可是現在這個時候 柯文哲急著要拉攏 郭台銘之時 郭董倒是以不變硬萬變 他現在在看著就是 我在X因子當中 是要選擇柯文哲 還是選擇那韓國瑜 但一旦做出決定 豈不是又是一場腥風血雨 我來比較韓國瑜 跟柯文哲的個性 本來柯文哲在2014年出來選的時候 姚立民想要找我到柯文哲那邊 跟他合作 但是我告訴姚立民一句話 我說柯不是一個能夠共識的人 現在姚老師還在對不對 問問他 等到發生了那麼多的事 我們都知道柯文哲是什麼個性 我再講一個 柯文哲用了一個 特任官是一個局長階層的 這個局長階層的名字 我保留好了 他們家住在成都路官地廟旁邊 好 柯文哲叫他下台的時候 各位曉不曉得發生一件什麼事 他先叫針鋒氏把所有的電子郵件 通通都給調出來 然後第二天丟在他的桌子上 他說你背著我幹了多少事情 然後現在他組成政黨 他突然說我要把他找回來 擔任不分區 他這樣子 這個態度有趣 他這樣子羞辱他的局長 況且不只一位 所以很多人背他而去 對 很多人為什麼背他而去 然後現在為了招兵買馬 派人找他 他就 因為他那個時候 他要接局長的時候 他曾經跟我聯絡過 我說這種人不能共識 我說你可以當他的朋友 你絕對不能當他的部署 因為柯文哲經常講 你有今天的官做是我讓你做的 講這麼樣的 你有今天的知名度是我給你的 你的薪水 那也是我的 等於是當施捨一般 對 施捨 就是說柯文哲他在開會的時候 我可以很明確的說三字經不斷 弄得大家受不了這樣子走的 好 那韓國瑜是看到人 因為韓國瑜擔任立委的時候 我剛剛好那時候跑立法院 的的確確 那我跟他喝過酒 那我跟韓國瑜喝過酒 那我跟韓國瑜就是因為他退府會 他請我們吃飯 然後我說你們韓國瑜呢 那退府會的那個處長 他那個時候已經是立委了 打了一通電話 韓國瑜他馬上過來 就是說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好 你韓國瑜抱歉 抱歉 遲到 他沒有說告訴退府會 你怎麼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通知我 他是說抱歉 他說抱歉 張Sir 我遲到 那我先乾三杯 他沒講退府會的事 就是說換句話說 這種人是比較 重義氣的 重義氣 然後體諒人 好 我分析完這兩個 我告訴郭董 柯文哲是想利用你 韓董他確確實實是需要你 如果那你不幫助韓董 第一個中華民國完蛋 第二個國民黨也差不多 那你第三個你假他人之手 你把韓國瑜幹掉 這個對郭董來講道德有虧 但是郭董他為什麼八月決定 你們猜猜看村長 你要不要 那我告訴你 因為武聖帝君跟其他的 都告訴郭董 你八月的時候可能痞疾太來 所以他在等這個八月 因為郭董自己認為說 再給他一個月 他的民調一定會超過韓國瑜 就是八月 你們是7月16號對不對 他是說在八月的時候 他會超過韓國瑜 所以郭董在等這一天 那柯文哲阻擋 他也在等這一天 但源自我們看到 1450在這兩天 柯文哲一阻擋之後 我們覺得他現在的炮火 應該都要轉向柯文哲了 結果沒有想到 轉回來我右手 還可以繼續打韓國瑜 韓國瑜只是拿那個匾額滑了 結果人家他們馬上就酸說 你韓國瑜喝酒 手抖 所以匾額就掉在地上了 現在目前你這樣子看來的話 不是韓國瑜講的話 都要硬塞進他的嘴裡面 看來這樣子的方式 還會一路打下去吧 沒有錯 剛哥 我跟你講 1450真的多不勝防 軍馬豐沛 你知道其實這個影片 看起來是一個 坐輪椅的一個爸爸 工作人員拿一個匾額 韓國瑜要去參扶他 要去跟他握手 工作人員不小心碰到匾額 匾額掉到地上 其實韓國瑜整個態度 都是非常謙和有理的 很友善的 結果1450可以講說 他是因為喝酒喝太多手抖 基本上韓國瑜 所以根本不是韓國瑜弄掉 不是韓國瑜 根本是旁邊的工作人員 不小心碰到而掉的 所以這就叫做 勤快要陷害岳飛 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 1450每天看出說故事就好了 之前韓國瑜在外面租一個房子 一個月2萬多塊 1450講說你看 他就是要怕別人跟蹤 一定每天都要見一些 見不得人的人 這樣子也可以講 韓國瑜眼睛很紅 說不定韓國瑜眼睛紅 是因為忙於市政 因為要解決淹水的問題很辛苦 結果馬上就你看 又喝醉又喝醉 你沒完沒了了 我跟你講 鋼哥 這個事情會越來越嚴重 你知道第一個 黑函的有好幾個系統 第一個系統就是所謂的網軍 網軍賴清德認證過 賴清德在跟蔡英文 兩個互打的時候 就拜託蔡英文 可不可以約束一下你的網軍 不要再讓你的網軍霸凌我 這是賴清德都囚牢過的 第二個 最近PTT 就是剛剛賓哥 那個正黑版那個PTT PTT現在主動去清查 蔡英文的網軍 結果清查出700多個帳號出來 都是假的帳號 都是挺英帳號 還分成三大系統 楊慧如系統 還有一個紅海跑步歌系統 還有一個是台獨機關艙系統 你看他多有組織 這些系統在幹嘛 聽從英的指示 當賴清德跟蔡英文對抗的時候 去黑賴清德 當現在柯文哲出來的時候 黑一下柯文哲 但是他們都知道 主要的目標是誰 主要的目標還是韓國瑜 但是我主張 我跟韓市長講 韓市長 不要再愛與包容了 遇到這些 刻意抹黑栽贓的人怎麼辦 告 為什麼要告 走法律途徑 走法律途徑 康哥你知道嗎 網路上有一個工程師 去轉傳蘇貞昌丟筆的影片 說他是在鐵路警察局 商禮上面丟筆的 今天已經被罰了 已經被罰了 而且兩天就可以破案 兩天破案 但是韓國瑜去告沒有 可能200天都破不了 選舉都結束了 還是要告 陳菊也是一樣 有一個大學生說有一張照片 吳宗憲是不是站在陳菊的後面 那個人好像長得有點像吳宗憲 只是一個疑問句 告 也是告 兩天之後抓到了 韓國瑜為什麼不要告 對敵人慈悲 就是對自己殘忍 一定要告 然後還有 黑韓的這些產業鏈 還不只1450 還包括一些高雄市議員 高雄市議員 不管韓國瑜做得多好 他都是說韓國瑜做得很爛 比如說這次下大雨 明明水又退得比較快 他還要告訴你說 你看這裡也淹水 這裡也淹水 現在大家不是看淹水 是看水退得快不快 還有剛剛講的 硬把他沒有講話 塞到他的嘴巴裡面 硬說他好像說什麼 8月的時候就要動工 摩天輪 他有這樣講 沒有 所以韓國瑜硬起來 面對黑韓的話我們要 所以包括我們國民黨的人 包括村長 包括我 包括我們都要一起來 替他國瑜